众所周知,在了解这部剧中,长乃超并不算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角色,他出现的时间比较晚,在怀海战役时,以楚云被替死鬼的身份,出现在了剧中。 长乃超,国军少将军前,赞编第七师的师长,从翻号上看,长乃超这个师就没法跟楚云飞的第八师九师相比,典型的是一支杂牌部队,原本李云龙射进球员,铁了心要先歼灭八师九师,结果战斗进行到一半时,楚云飞突然率物撤离,于是长乃超的赞七师,便彻底暴露在了李云龙二师的面前, 由于来不及反应,还在行军途中的赞七师,被李云龙二师打垮,长乃超被俘,当了俘虏的长乃超,起初他十分不服气,甚至出言侮辱李云龙,因此他也差点被犯怒的李云龙枪毙,然而时隔数年之后,昔日的国军俘虏,摇身一变,成为了南京军事学院的教员,更是老师长,院长身边的红任, 做上兵,就让身为学员的李云龙,一时唏嘘勿疑,战场上的失败,并不能彻底抹杀这个人的全部价值,长乃超可能在指挥水平上不如李云龙,但是若他军事理论,长乃超足足可甩李云龙抛几条街, 神雷军事学院的教员,身批解放军军装,言外之意,长乃超已经成为了解放军中的一员, 另外,在南京军事学院中,长乃超专门负责教授高级指挥系,也就是天天给未来的将军们上课, 这个级别可不低啊,既然成为了一名解放军军人,而且还专门给将军们讲课,那么按照长乃超这个级别,他在1955年会备受什么贤呢? 被俘之前,长乃超是国军少将,难道要给长乃超评一个少将贤?似乎有些高老,比如李云龙,孔杰,丁伟等等这些酒精傻场的老将,也才仅仅备受于少将军衔,那么, 长乃超在1955年,究竟会备受什么玄奘?真相揭秘,他被原讲三级,在亮剑剧中,并没有明确说明,长乃超最终被授予了什么样的军衔,不过可以从其原型人物上找到真相, 长乃超最有可能的原型人物,是国军原地实义师的师长盲人职,其同样在淮海战役中被俘,在全国解放后,他被聘请为, 南京军师学院合成教授会教员组组长,帮助解放军培养了很多优秀的指挥员,后来解放军实行军衔制以后,王源直被授予校校军衔,根据其原型人物的授写情况, 也就是说,长乃超在1955年,仅被授予了少校军衔,从少将到少校,长乃超被连降了三级,之所以长乃超被评定的级别不高, 很可能是因为,他不是在战场上起义的国军将领,而是被俘的国军将领,性质不一样。